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好像有声音啊 不知道 这个发会提你们就不会了 死背提你们就会来 对 比如说我们讲要汇通一定要立基在哪里 一定要立基在最高级的最顶尖的终极本质 所以能够跟教外汇通能够跨领域汇通的一定是立基在终极本质的经典 那就是什么 波折的经典啊 不一定是文书啊 还有很多的那个的经典 只要是波折的经典 他都有有办法跟教外来跨领域汇通 当然有的经典有的波折的经典讲的相对的浅 比如说什么 相对浅的波折经典 金刚经就很浅嘛 因为他只是破四项嘛 人像我像 重生相 重生相 受者相非常好 对 他只有破但是他没有力 他只有一直超越这个超越那个 但是他没有力他没有建立嘛 所以金刚经你要跟其他的领域要汇通 就有一定程度的困难 所以这个你都要知道 不能永远只认为说佛教的经典是最棒 当然是最棒啊 最棒是因为他可以达到究竟处 甚深处 这个是他棒的地方嘛 如果他没有达到究竟处甚深处 你要跟跨领域汇通有困难 那这个是即便金刚经 他是波折经典里头最浅的 但是就是比他还要浅的 那就是有法身佛下降到什么佛啊 法身佛下降一阶叫什么佛 叫报身佛 报身佛的经典有什么 奥密陀经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奥密陀经 东方禁流离世界的什么经 药师经 这些报身佛讲的经典 他没有办法跟教外来回通 因为 因为 因为他 谢谢 谢谢 等一下 我把那个 你都收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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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玲 你帮她拿去 刘晓玲 因为报身佛 抱歉 报身佛讲的经典就是 比较局限在他自己的领域嘛 对吧 当然啊你说 耀師佛他有沒有講到聖身的終極本質 有沒有 耀師經有沒有講到聖身的終極本質 當然有啊每一部經他一定會講到聖身的終極本質 只不過他佔的比例多跟寡 像耀師經他講到聖身的終極本質是指哪裡 他的根本第一大願講的就是終極本質 我願所有的眾生都能夠像我一樣成佛 成佛就是達到終極本質 對吧 其他的他都是在講現象界 怎麼來成就你的事業財還有你的家庭 然後你的家屬資據 然後你的身體病痛要好轉 然後你的官司等等等等 他都在遊走在現象界 所以我們知道像報身佛講的經典都是偏向於接引 就是中根氣 然後可能就是急於解決自己 世間的困頓的 那有什麼不好沒有什麼不好 相應就是好嘛 對吧 所以只不過是說要各位理解就是說如果你要匯通的話 你一定要立即在聖身的終極本質 你選的經典要這樣子你才有辦法來匯通 好 所以上個禮拜上學期師傅講的文書 文書就是很標準的講到很盛聲的般若的經典 還有這學期開的微魔節經也是文書系列喔 是文書系列的經典喔 雖然他的標題沒有出現文書 但是文書是論主就是跟微魔節對話的那一個人喔 好 所以從這個封面圖你可以看到什麼 你看到了什麼 現在還不要 現在還不要 下禮拜我們要換人一個人只能練習兩次 每一個人都要有機會嘛 對吧 下一個禮拜誰要按您啊 誰要 好 你來控制 好 那要練習喔 你那個為什麼老師不想啊 我告訴你喔 你要這樣 瞬間嘛 你拖太長了 你看啊 這樣子跟有一樣嗎 不一樣啊 對吧 你試試看嘛 瞬間嘛 對嘛 多好啊 對吧 你都沒有逮到關鍵點嘛 對吧 做任何事他都有關鍵點 請你相信我 你沒有直擊要害 你出來的效果是不髒的 對吧 不是骯髒那個髒啦 是沒有不會彰顯出來喔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試試看 那個什麼趙穎 趙穎的第一名的投稿文 就是禮拜一 禮拜一的那個第一名投稿文 他有寫啊 因為學生地址都在看我們的教學視頻 他說哪怕是最簡單的那個控時的按鈴 看起來同學都不容易 對吧 因為屢屢出錯嘛 就知道說大小事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你看別人做很容易 自己去做做看嘛 這個人他那個隱慶不是經常都是打那個沒有聲音的 啞巴鈴的隱慶嗎 對吧 就是他也是沒有辦法碰的 你那個隱慶 這樣子是打歪了 對 沒有的 沒有對準 對 而且一樣也是必須要瞬間你總是拖得太長 那就不會 不可能出來喔 好 來 所以師傅講話的時候是不用氣實的 好 封面圖呢 封面圖來看一下 封面圖 挺重要的 因為你從封面圖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思維的高低嘛 對吧 否則幹嘛要臨選封面圖 不就隨便拿一張阿媽阿狗的來上課就好了嗎 對吧 幹嘛還要 還要這麼辛苦要去找一個封面圖啊 對吧 1 2 3 GO 有嗎 今天很熱齁 我看你們都開冷氣開得很 昨天更熱 慢慢的那個氣溫下降了 中國北方已經又飄雪了 南方也驟降了 南方驟降就會影響到我們嗎 對吧 好 有嗎 好 來 勇者就是大無畏者 對 師傅已經超過自己的那個恐懼了嗎 對吧 師傅還有各位同學妙計一相如意 弟子沈迷於試著說出我的想法 對 就是我們在我們平常的生活 我們在沒有覺醒以前的生活 就很像在人天常夜 那我們今天呢 我是說叫你解釋這個圖欸 你怎麼會 對 我就是因為看到旁邊都是黑黑的 但是我現在覺得這個好像一個鑰匙孔 就是我們好像 我們如果學佛覺醒了 就好像看到亮光 對 但是只是看到亮光而已 我們還要漸行 還要漸行 對 好 謝謝師傅 好 謝謝 那跟會通有什麼關係啊 你沒有吃雞要害啊 要害是 今天要講的是會通啊 所以你 你講的跟會通完全沒關係 你看吧 覺醒現在再出 再寫那個 已經今天早上7點就截止了 再寫一篇準備要刊登在刻骨明星的主題叫 人人自媒體與全球化 人人自媒體因為覺醒從2月21號 就開始人人自媒體 每一個人都大寫特寫人人自媒體 然後都沒寫全球化 就跟你一樣嘛 迷失了主題嘛 對吧 你講到一半啦 就說這個通通都是黑的 那 黑的要幹嘛呢 好 來 還有哪一位 你又扶著 能扶著也是蠻不錯的 這是一種訓練啊 對吧 法師還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陸華 最大的會通 我覺得黑的 譬如說這有現象界的 我是想到負與子就是 如果負兩種不一樣的想法 不一樣的來自不同背景的人 如果負是外面那個大天空 我們子是這個黑暗的這個孔裡面 他們最大化的會通就是在這個鑰匙孔去做對話 這是我想的 那另外有很多很多像那個空不空什麼那個 畢竟空事實上也是可以用同樣的 時間到了 好 所以沒有質疾太多的要害 你看到這是一個鑰匙洞 然後這邊有一個人 這是超大的鑰匙洞 然後他要代表什麼 洞內跟 這是洞內跟洞外 可以匯通吧 洞內現象界 洞外現象界以外的終極本質 對吧 你們總是看到黑暗跟光明而已 對吧 這個時候不是 這個你看到這是一個門 鑰匙開門 你沒有這個鑰匙 你如何啟動會通之門是不可能的 對吧 會通你沒有上師誤的課以前 你從來不會想到有會通這麼一回事 就是自己 自己幹自己的活 然後不管別人 然後自己過自己的日子 不管他其他的維度空間的眾生在幹嘛 你完全毫無概念 這是悲哀的嗎 因為你太狹隘了 你太狹隘有什麼缺點 是的 是的 這一次你答對了 不是變成阿達 你就是阿達 你看喔 你太狹隘的話 你看到的永遠就是這一小撮而已 外面突然撞進來的時候 你以為那是魔鬼啊 你以為那是什麼啊 對吧 你不知道他跟你是同一個佛性 他跟你是同一個終極本質嗎 所以你如果不懂得會通的話 你的視野沒有辦法打開來 那你就會煩惱很大 煩惱非常的大 你一旦有辦法會通的話 你視野整個都打開了 原來你跟我來自同一個終極本質 原來五教來自同一個終極本質 所以你為什麼要侵蝕別人呢 對吧 所以會通的重要性是在這 但是現象界你必須要允許他的存在 有人的存在 有雲彩的存在 所以現象界是在那裡 這裡是洞內 這是門內 那邊是門外 你看有雲彩啊 有人啊對吧 有很多的地上物啊 所以門內跟門外 藉由這一扇所謂的會通之門 來打通所有的關節 讓你超越這一切 也就是超越所有的煩惱 然後你才有可能走向正物菩提 我們常常都一直講正物菩提 但是那都變成是口頭禪 那都變成是術語而已 在你的日常生活裡頭 你完全沒有用上了 那會通就是幫助你真正邁向終極本質的 重要的一扇門就是這一扇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入不二法門 它何其的重要 師父講 講經不是從什麼 序分啊 序分就是一開始 然後開始講起來 序分完了以後正中分 正中分就是一部經典的主體 然後最後是流通分 這部經典怎麼流通到後世啊 師父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課程最主要是要跟AI匯通 所以你一定要逮到重點 整部要整部微魔結晶最重要的一品 就是第九品入不二法門 你這一品搞通了以後 其他的都相對容易了 好所以這張圖師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那個是中間禮提供給我的 是 所以我覺得這張圖很能夠傳神什麼是會通 因為它剛好呈現的是一個要使的孔 好 所以我們的課始終是古老的佛法要活出 吻合新世代的新朝的佛法 所以有三個關鍵點 一個是世間出世間法的並進 還有解形並重 還有拳腳方便跟實相真理跟終極本質 是同步一起彰顯的 其實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我剛剛講的那個報生佛的經典 它是沒有辦法做全時雙章的 佛法的經典 它甚深的佛法的經典 它是有辦法做全時雙章的 學員的課堂分享 我先講今天我邀請到的是 李佩慶的孪生的姐姐李佩慶要來分享 下一堂課我們邀請的是王慈景 你有嗎 你有收到嗎 你有收到我的那個信嗎 今天我發給您的 你看嘛 你忽略了師父的那個信 下個禮拜是輪到你 你一定沒問題的 你一定沒問題 王滬中大教授分享那一次 你插花了一下嘛 結果大家都說你講得非常的好 但是你沒有從頭講 你是從半路跳出來講 所以下個禮拜 老家您從頭講一下好嗎 好 那現在有請李佩慶 李佩慶 李佩慶 李佩慶的小姑就是在法國留學長笛 她是一個長笛的音樂家 真的那個長笛實在是沒話講的 在那個國家音樂廳演奏 我終於見識到什麼叫做長笛的音樂家 獨奏她是獨奏 全場都是她一個人而已 來 請 法師 各位同學大菩薩 要吉祥如意 要吉祥如意 感恩師父給我這個機會讓我上台 好 分享道課的心得 好 那我先簡單的說明一下我跟師父的結緣 我跟師父是在二十多年前 透過師父出家前 透過配信的營建 然後參加師父命運農不讓的那個講座 那當初 當時參加這個講座其實還蠻震撼的 因為師父的演講 師父學慣中西 然後引經句點 然後可以融合中西方的觀點 然後來說明 命運其實是掌握在自己手裡的這個道理 那其實當初 聽了之後覺得 哇 令人耳目一新 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之後 隨著法師的出家已經 到北京去讀博 就比較少有機會跟師父有進一步的接觸 那一直到今年的一月二號 同心會專場的人生小宴 才有這個因緣在於師父再續前緣 然後就是可以到課來跟各位同學一起上課 對 而且不僅僅扣了時代的脈動 而且更結合AI科技跟跨領域的對話 對 就像剛剛師父說的跨領域的會通 對 對 是 那這個部分就 還有 還有30秒 透過這樣子的思維的提升的訓練 對 其實覺得獲益良多 就像師父說的 思維昇華 當下就突破 所以在課堂之後 其實在日常生活上 遇到一些 知為末節的小事 就會覺得 這是根本顯得很微不足道 所以最後感恩師父的教導 然後也期許自己可以跟上師父的腳步 好 勇猛精進 好 落實健行於日常 哇 然後活出 進而活出自己的強大的生命力 然後跟大家共同努力 哇 太好了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以為他會餘食 因為看他好像很悠哉 還在那邊慢慢的講 我想 哇 這個人怎麼都不趕快一點 結果他沒有餘食 這一點是特別的厲害的地方 他跟他妹妹 他把他妹妹上上禮拜 沒有講清楚的 師父論命的那一點 他補充了非常的好 就是說他 師父當年講命運洪不讓的時候 到底在講什麼完工呢 對吧 他講出來了 就是說師父是中西交叉學科 一樣是會通的 那個時候就已經講了阿拉耶什嘛 對吧 也有講到 1963年的 師父的理論 也在那個時候都講了 都講了 你知道嗎 師父的理論在 李安德神父教師父 那個超個人心理學的時候 他引用同一個理論 他就講這個人你認識嗎 他對著我們研究生講 這個人你們認識嗎 我說我認識 他說你來說說看 他是什麼樣子的人 然後我就說他就是英國的諾貝爾醫學 講的1963年 他發現了臨時 然後他證實人在腦 這個腦死以後 這個臨時的生命 還繼續有生命活動的這個跡象 老師好嘉義喔 好嘉義這個研究生 都已經可以講出來他想要闡述的那個毅力 所以我的超個人心理學的分數高達98分 高達98分 本來超個人心理學就是我喜歡的 因為我認為超個人心理學他在講什麼 個人的high peak就是個人的高峰經驗 我怎麼樣能夠活出我的生命力的最高峰 這個就是超個人心理學的關鍵點 當然他運用了非常多的其他的心理學的理論 比如說他比較出來Marshall的理論有些什麼弱點啊 Marshall為什麼要提高到meta needs 那個xyz為什麼要調高到z的理論啊 他引用了Asha Jolie的高度 那個我們講深層的潛意識嘛 然後Asha Jolie是意大利的心理學家 他講的是高層潛意識 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阿拉耶識 那我們老師真的他真的非常棒非常了不起的一位神父嘛 我覺得外國的神父真的非常的了不起 他每一次喔要來上課 他不是就這樣子就來了 他一定要用一個行李箱 小的行李箱拉著一堆的英文版的書 然後就向同學推薦 這個英文版的書有為什麼這麼重要 那個時候師傅要寫的論文是融格的心理學 融格的Anima跟Animus去匯通那個維持心理學嘛 那個年代互聯網是那時候沒有所謂的Wi-Fi嘛 沒有無線網路都是還要有線啊 所以你要買到英文書 像我還要委託我在美國的家人給我寄來啊 但是我要提供書名啊對吧 但是你要知道寫論文喔 第一手資料是無比重要的 什麼叫第一手資料 你不是引用別人引用的東西 譬如說我我要講融格 我也可以引用陳嘉倫寫的論文裡頭講融格怎麼樣 那就是二手資料那是不重要的那是不值錢的 一手資料無比的重要但是你要拿到原文版的東西很困難嘛 而且時差就是你要一本書從我的家人寄來給我 都差不多要一個月對 那我的老師李安德神父 哇他的藏書之豐富啊 他一聽到我要寫融格 他把他所有的融格的那個書 用一個那個行李箱整個都拉來給我 他說這一堆你寫論文綽綽有餘了 你趕快去寫你的論文 我的論文真的得利於李安德神父的幫助 否則那些一手資料第一手資料你不容易拿得到 所以這是一個令我特別佩服的一位神職人員 我自己也是神職人員 我常常都在想 我有沒有辦法做到像李安德神父這樣子 那樣子的勤儉那樣子的愛護學生 那樣子的想辦法要提高學生的那個實力 他講的是也特別的開闊 他講的都是會通啦 各個心理學大師的大家就是大咖的會通 所以李安德神父影響師父特別的深遠 不只在學術理論上 他的人格他的人格的魅力 同樣都是神職人員啊對吧 他是天主教的神職人員 人家怎麼做啊我也是神職人員啊 我是不是能夠做到跟他一樣的同等的付出 同等的大愛同等的沒有宗教的歧視跟分別 他也可以說你是佛教法師啊我幹嘛理你啊對吧 我是講我的天主教的東西就好了 No 他沒有他完全的支持你 要你把的他知道你要拿到英文版的書不容易嘛對吧 所以他請他最大的力量就完全無私的 就把那些書借給師父 對 直到我論文通過為止 對 只是一個了不起的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 剛那個劉曉玲的那個案鈴已經有進步了 好 那這邊我修改了 開場視頻每一個人是佔用一分鐘 所以開始的時候量一聲 然後提醒您是在30秒 剩30秒的時候要量兩聲這個 好 然後呢 學習心得的分享重點請你掌握 因為每一個人都要上台的 你是早晚嘛 對吧 早上台 早操生嘛 對吧 你就可以有心情欣賞別人嘛 對吧 機會拉閘 拉閘就是沒有條理 東講一點西講一點 舉例冗長 像你就是舉例過度冗長了 沒有必要的舉例 舉例很多 道課的因緣你只需要30秒 30秒你去一定要搞定 簡單的描述因緣 為什麼來道課 介紹當時的人事時地物 李佩信都講了 人就是師父 事情事物的講座 時間就是出家以前地點在哪裡 然後物內容 講座的內容 這重點在這裡 所以他應該要有1分30秒 重點始終在這裡 你上課前後的反差 你一定要舉例出來 今天的李佩信這個舉例不夠明顯 他只舉一點點說 比如說有一些小困難 你現在都不覺得有什麼困難 難道只有小困難你不覺得困難嗎 大的困難你還是覺得困難嗎 這個你一定要學會怎麼舉例就是說 我道課前跟道課後 我的反差 比如說王慈景他就有一個例子 他在王府中插花的那一次 他講了一個你看我師父 那一句話對師父影響特別大 他說他以前不是 剛開始他不是以前 就現在他也是從中立過來 要換三次車 他剛剛開始他認為他不可能 他就是來捧場而已 他不可能持續來上課 因為太困難了嘛 翻播三次然後才能到課 而且上班上了一整天很累 來了一定會打瞌睡 後來他發現你看他反差來了 後來他發現來了也沒有打瞌睡 然後更重要的以前覺得 要顛簸三次的換車好困難 現在完全不覺得困難 這個就是反差了 就是我以前認為絕對困難的 是阻礙我來上課的因素被我超越了 這一個來證明什麼 我因為上課我的思維拔高了 我的理論的建構正確了 所以我的生命力強大起來了 過去我認為要翻轉三次的車程太困難 現在我一點都沒有困難 這就是反差 你一定要想出來反差嘛 你來上課那麼久了 你反差在哪裡 帶來持續到課的動力到底是什麼 王慈景也講了嘛 他覺得 師傅很幽默啊 然後師傅講的東西 我日常生活我都可以用得上 這很大的重要啊 對吧 這是支持他持續來上課的 最主要的原因 而且他用在工作 用在教導他的小孩 都可以用得上 這都是他為什麼會持續來到課 然後生命力的提升就是我剛剛講 他認為以前 這個超拔三次來上課 不可能現在已經完全做到了 然後要期許 期許自己 對自己的期許 對同學的期許 這個都無比的重要 因為你沒有期許 你就沒有目標嘛 你就是這樣來上課就好了嘛 對吧 一定要有期許 乃至於對老師 對師傅的都可以做出期許 對整個課堂的提升 都可以做出期許啊 為什麼 為什麼 會沒有期許呢 對吧 一定會有嘛 我上次不是舉例 所以正常林教授 突然 丟給我一個說 欸 師傅你跟這個 我的朋友 談一下 眉頭眉尾的叫我來 來談 跟他的朋友打一下招呼 你看吧 師傅不是講 大菩薩你好 然後 師傅在這很高興 有善言 能夠跟你通話 師傅首先來祝福你 和服 大願圓滿 百福莊嚴 同時期待我們有 姻緣可以見面 期許 怎麼可以沒有期許啊 對吧 你沒有期許 你沒有目標 你不可能跟對方 帶來同頻共證 你因為告他 我期待跟你再見面 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同頻共證 所以這都是重點 我聽了各位的那個分享 雖然有些同學講得很好 但是要這樣才是圓滿的 如果你覺得你不圓滿 你還可以來申請 向師傅申請重獎 譬如說你是一定要的嘛 對吧 不過你真的很了不起啦 因為 因為我發現你 你最大的生命力展現在哪 你不會起煩惱 就是說師傅怎麼K你 你就是笑一笑過了 然後你會改善 你會想辦法改善 不是湊著臉對吧 所以你是心胸有拉開來了 那這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這就是你的生命力的提升嘛 對吧 這一點是 這一點是真的不容易做到 我們給陳明玉掌聲鼓勵 真的不容易做到 有的人就湊著一張臉嘛 整個整堂課都湊著臉對吧 所以我們大家都要向您學習 對 你什麼時候要再講啊 你該不會告訴我 你下個禮拜又要講 上一次你不是說 我說那你下個禮拜講 你說好 然後上課上到一半 你說你已經準備好了 不知天高地厚 對 對 不知天高地厚 所以上課多重要啊 上課讓你知道天 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嘛 是不是 對嘛 是 真的很重要 好 好我們熱烈的掌聲 還是要來獻給我們 骨頭教育基金會 簡豐文督導創始人 朱宜春執行長 阮桂梁副執行長 還有全球直播資訊主同仁 基金會所有的工作同仁 我們獻給大家 妙吉祥如影 妙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植入終極本職 不失善不失意的高能力 不可失意的妙吉祥如影 好同一個妙吉祥如影的祝福 獻給雲端聽課的大德朋友 再次感恩大家 有一個人在Facebook給我點贊 然後 然後他說 師父妙吉祥如影 然後我就馬上問他說 請問你是哪一位學生的朋友 他說我誰也不認識 我說那你為什麼會用妙吉祥如影 他說師父我每一集我都聽您的課 我深受感動 所以為什麼我要來點贊 所以是有感而發的 所以你看我們的上課多重要 帶給大家不一樣的反響 帶給大家人生的感悟 帶給大家醒思 這都是那一個人我到現在我不認識他 今天我才知道他給我點贊 寫著妙吉祥如影 所以妙吉祥如影就是一個logo 就是有聽課有道課 還有師父的朋友都會使用妙吉祥如影 今天好像沒有新人對吧 沒有 好 那這些我們都可以趕快來跳過 這裡 這裡會通 最大化的會通指的是什麼 會通就是第一個重點 你一定要立即在終極本質 你沒有立即在終極本質 終極本質的下一個是什麼 就是現象界 你落到現象界 你要允許現象界的每一個人事實地物 有差別化 他要有自己的特色的存在 風情萬種的存在 所以你要會通你如果仍然停留在 那個終極本 停留在現象界的話 必然就是中東戰爭 就是這樣子打起來的 沒有允許別人的那個存在 那最大化的會通指的是什麼 你要超越五個 超越五個 第一個你要達到同頻共振的最大化 同頻共振不是不同時間不同空間 那個真宗性他是完全講錯的 任何一個時間跟空間都有 都有都有頻率在共振嘛 最大 政府最大的那一個震動 他就會帶動其他弱小的那個震動 一起趨同 那個就叫同頻共振 所以同頻共振是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時間 任何一個空間而不是真宗性講的什麼 他還很那個強調一定是要在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空間 因為他都沒來上課嘛對吧 然後所以他的答案是 本來他就因為不聳經 所以他的答案就從來沒有對過 現在就更不用講了 因為這個課生不生啊 生嘛 對吧 所以你缺課一堂 老實說你就缺課很多 你要補上來不容易 你說你可以雲端補課 雲端跟那個道課差太多了 這邊不是有很多都是雲端下來的美女嗎 對吧 你在雲端是不容易被射受到 你在現場你有高頻共振嘛 你有高能量嘛 對吧 所以想辦法都要聽現場 而不是聽雲端嘛 你一樣嘛 那個國家音樂廳的那個演奏 為什麼一張票高達五千塊 還是大家屈之若霧啊 是不是 那不就在家裡聽那個轉播就好了啊 對吧 為什麼一定要擠到現場啊 現場生力生 這個是你在家拿不到的嘛 對啊 我們這裡也是生力生嘛 所以這是完全不一樣的體悟跟感受 好 同頻共振的最大化 因為你達到終極本質的話 你就會容設現場界跟終極本質 所以你的那個同頻共振就可以達到最大化 我應該要把David Hawkins那個能量級別表 在這邊掛上幫助你們理解喔 沒關係 下個禮拜 還有最大化的 第二個是最大化的高頻共振 高頻是指能量接位多少 700到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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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都叫做高能量嘛 對吧 正能量是什麼 200到700 那200以下呢 負能量 對 負能量 好 所以你看喔 高能量有四個接位喔 有四個接位 每一個接位都有他自己的同頻共振 700是阿羅漢 然後800必知佛 900菩薩 最高是佛 佛是什麼 如果下個禮拜 我再放那個David Hawkins的能量級別表 請你注意看他的解說 他寫著最高級他寫著合一了 合一 合一的關係 是什麼 門內跟門外的大融合 門內跟門外的最大的融色 那是最高了嘛 對吧 所以每一個層級都有他自己的同頻共振 來到最大的會通是指的 最高頻共振裡頭的最大化 也就是說我在能量接位1000的時候 我所引起的高頻共振 可不可以融色同樣是高頻共振的700 700到1000 對 所以這個觀念你一定要有阿 那700可不可以融色1000的高頻共振 當然不可以阿 所以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思維要拔高 你的果位就提升了 為什麼 因為你的能量提升了嘛 從700的那個能量接位提升到800 果位是不是提升了 有阿羅漢提升到必知佛嘛 然後能量再提升一個接位到900的時候是菩薩 那再來一個接位是1000 那就是佛 所以他們來自哪裡啊 這些提升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思維 所以思維的拔高多重要 你沒有思維拔高的話 你永遠只是用你三度空間的肉體死扛硬拚 最好你不到50歲 你必然要兵敗如三道 一定要生病 必然要生病 因為你扛不住嘛 你的肉體扛不住 因為你的肉體沒有注入高能量嘛 所以那你說 我說的不是你的肉體突然跑到五度空間 六度空間 不是你的肉體還是 因為你活在三度空間嘛 你被地心引力所控制住 你沒有辦法上去啊 但是你思維是可以上去的 因為它是精神性的東西嘛 你一定要藉由思維的拔高 讓你的生命得到最高度的自由化 這樣可以嗎 你為什麼會有煩惱 因為你必禁錮了 你的思維被鎖在你的肉體裡頭 你沒有藉由正確的修行的方法 讓你的思維的能力拔高 不斷的拔高 思維每拔高一層代表什麼 能量提升一層代表什麼 智慧彰顯一層代表什麼 果位拔高一層是個意思 所以為什麼思維一直不斷強調 你一定要思維的拔高 思維為什麼能夠精準的預測 你要發生什麼事 他要發生什麼事 思維的思維老早不在三度空間裡 那不是思維可以做到而已 大家都可以做到方法要正確 你捉神弄鬼你是沒有辦法的 最後你的連你的肉體都會受到傷害 一定要用正確的方法 讓幫助自己思維一步一步一步的拔高 所以拔高思維的方法 師傅上個禮拜的那個什麼 教學廂長我忘了是哪一個人的 他就有提到了 你思維要拔高方法跟次第 是好像是我寫的 是那個什麼刻骨明星 好像是刻骨明星 有講到 師傅的那個新潮的古老的佛法 新潮的佛法 傳授很多的方法 拔高思維的方法 式地跟方法在哪裡 請你告訴我 所以師傅播出了 你一定要看啦 對你有幫助嗎 你光是靠上課遠遠不足 上課才兩個小時 兩個半小時 能講多少呢 對吧 解決不了你千百年的那個困頓 你一定要拿到方法嗎 第一個方法 懺悔 你不釋放負能量的話 你扛著負能量 你必然要生病 所以你一定要每天懺悔 你看決宣十點十分 十點開始群燦 每一個人都要懺悔十分鐘 新來的菜鳥 他一定主張 他不用懺悔 為什麼 他說 我不去這個活得好好的 幹嘛要懺悔 我沒有做什麼事啊 我就告訴他 曾子說 無一日三省無深 聖人每天都要三次反省 你斗膽不用懺悔 對吧 狂妄自大 對吧 當自己很low的時候 往往展現出來就是狂妄自大 自以為自己就是神 對吧 懺悔是第一重要 為什麼呢 釋放負能量啊 懺悔 不是像諸佛菩薩懺悔 不是 像誰懺悔啊 像自己的業障嘛 所以叫做懺悔業障 業障就是導致你財苦 導致你病苦 導致你官司 導致你家庭失和 所有的原因都是只有一個 要是參獎 所有的病 同一病 結果什麼病 業障病 所以 你不懺悔是不可能 你的困境不可能好轉 完全不可能 你說我努力工作 你想要努力工作你的病 你的那個身體已經倒下來了 你怎麼努力工作啊對吧 你業不消的話 人說不聽 鬼說 跟著半夜就跑了 跑了 結果被惡靈入侵 然後自己就跟瘋子一樣 對吧 你能夠做什麼 你什麼都沒有辦法呀 對吧 懺悔第一重要 懺悔業障是菩仙菩薩 十大院當中的第四大院 光是懺悔 只是讓你輕囊前行 你不用揹著重擔 你揹著重擔 你走不遠的 磕磕棒棒馬上就倒地 你誘著起煩惱 所以第二個就是 你要向諸佛攝取高能量 那就是聳經念佛持走 這三個方法 都能夠幫助你注入高能量 你不做 那很抱歉 那也沒辦法 你要去拿什麼福啊 拿什麼 那都沒有用 那不究竟嘛 因為你的各種苦 來自於阿賴約史嘛 是你自己造作下去的嘛 你用阿賴約史以外的方法 都不受用了 所以聳經念佛持走 你不用 老實說 你業不消 只是努力 天天努力幹錯事 越幹越多越煩惱 然後你的病越苦 越加重而已 為什麼有人都已經開刀了 然後腫瘤突然轉為惡性 為什麼 因為你繼續造無量大惡業啊 你的腫瘤就是負能量嘛 你繼續給他注入負能量嘛 所以修行多重要啊 你看你的修行正不正確 你看你有沒有健康嘛 你的身體夠不夠健康嘛 是不是 你這個都可以檢驗出來 自己修行是不是正確嘛 還有呢 我已經講了兩大點都被我講了 那接下來你們繼續發揮吧 還有什麼 好 這麼快就跳到健行了 你這樣健行還是會起煩惱的啊 欸姑娘 還早呢 就好像我說 杜化佳人六大準則 這個人馬上就說破冰成長 你什麼都沒做你就要破冰成長嗎 有辦法嗎 當然沒辦法呀 所以你第一個就是要 以他人喜聞樂見的方法 我說的是 現在我跳到那個杜化佳人的第一點 以他人喜聞樂見的方法 所以你 你懺悔完了 攝取高能量 你認為你這樣就可以去健行嗎 你不就這樣健行嗎 你難道都沒起煩惱嗎 你煩惱重重啊 對 你們陳嘉倫不聽你的 你馬上就起煩惱了嘛 對吧 所以是不 這樣子遠遠不夠啦 那該怎麼辦 消夜 剛剛講的都叫消夜好嗎 那要怎麼辦啦 思維突破 對 第三個最重要的嘛 從前面第一點懺悔 第二點 那個什麼 攝取高能量 這個都來對峙因果率 再來 你光是對峙因果率 你煩惱不會減少的 500萬年的因果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你因果才能夠還清啊 是不可能的啊 所以 重要的關鍵點來了 你當下你就要思維突破 當下就超越 超越所有的困境 你這一點你沒有做到的話 你一樣苦 一樣煩惱 你一樣還在因果 因果率的束縛當中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跋生的 第四點呢 要把 要把 對 把這些融會了以後 落實在你的 日常生活的践行當中 這麼重要的方法 已經播出都那麼久了 你不看不學 那 有什麼辦法 那也沒辦法 對吧 第三大點就是空的極致 這個我們上課都講過了嘛 對吧 入不二法門就是 講空性裡頭 講到the highest point 就是最高點 就是 就是入不二法門 再來第四點就是 最大化的什麼啊 融色 這個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禮拜也講到 最大化的融色 師父還用四個圈有沒有 四個圈綁在一起 就是李安德神父的那個理論 最外圍的就是權貴名利 處在現象界 最外圍的進來 最外圍是第四層吧 然後也就是四超越嘛 你看跟師父講的其實是一樣 第三層是什麼 從現象界往前走一點 那是什麼 精神層面 對 精神層面是終極本質嗎 在哪裡 還是什麼 精神層面喜怒哀樂 不是 我是說精神層面在哪裡 它是終極本質嗎 不是 要不然它是什麼 它是現象界很重要 你不要以為精神層面的喜怒哀樂 是已經達到了終極本質 它還在現象界啊 所以我們的肉體 我們的精神都是現象界啊 再來 再往前走一點呢 那是什麼 你的思維 你的思維 理性的思維 比如說 邏輯思維是二元對立嘛 直覺思維 它是理性的 理性的 它還在還是在現象界 這三個都還是在現象界 最核心的是超理性 也就是metanism 靈性的需求 就是達到最高 對尖鋒 就是佛性的終極點 就是David Hawkins的能量級別 表的最最頂端那個 所以它是最大的融資嘛 從裡頭可以包容到所有外面的現象界 這樣可以嗎 這樣子就匯通了起來了 所以師傅又在複習了前幾個禮拜講的 還有超越無鏡像是上個禮拜講的 像可以有三種 來one two three go 這死背題看你有沒有背 生論題你不會 我還可以原諒你 死背題看看有沒有 像有三種 周霞輝你不會當然是必然的 因為你請假嘛 對吧 你的小孩考英文考過了嗎 蛤 還不確定已經考完了 已經考完了 然後很嚴嗎 喔 要寫作文喔 哇 這麼小 他是國小幾年級啊 哇 國小三年級 他就要用英文寫作文耶 你看 真的太了不起了 真的太了不起了 哇 這個叫 長江後浪推前浪 我們這個老人該死了 太了不起了 小學三年級而已 就能夠這樣子這麼優秀喔 真的很了不起 預祝個周公煥能夠通過 那是第幾集啊 生二集 二集就要寫英文了啦 寫英文作文了啦 哇 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我們掌聲獻給周公煥 真的是很了不起 真的很了不起 真的很了不起 現在孩子真的 唉 真的 令人讚嘆喔 結果 結果 你當媽媽的怎麼幫她忙啊 蛤 怎麼樣 幫她複習 幫她複習 好 然後呢 好 所以你看 他的方法對不對 不對 聽到沒 你沒有用方法 那你是媽媽 你該怎麼辦 欸 麥克風傳到這兒來 她已經失敗了啦 那 那 不對 你聽聽看 更好的方法在這兒 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路華 那我覺得孩子要學習獨立 反正她回家就是 在有 以前我們是會有一個schedule 什麼時候讀什麼 讓她自己列出來 那就是讓她自己去讀書圖書館或幹嘛 但是我們父母親的是指導她 然後 我們事實上我們重點是 我相信 以我我會重點花在初世間法上面 我會 我會像 我會來上 會來念經 上禮拜 不是啊 就是上禮拜我媽媽住院 可是我仁仁在這裡 就是我希望能夠藉由出席 拿到高能量 拿到幫助同學的這個功德 回向給我媽媽 比我在旁邊 在那邊服侍像個庸人一樣 拿到 應該是要拿功德 來幫助自己的父母親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 什麼 什麼父母 什麼 我們孝順父母 有一個 什麼經我多少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他講說我們帶著父母去 全世界去玩 倒不如是為他 譬如說去公身 用初世間法的話 來幫助他 幫助這個父母親 讓他去轉世 下一次是都照顧到他未來的事 這才是真正的大功德 這才是真正的孝子 而不是跟在旁邊 你什麼時候要讀什麼書 你怎麼 這只是有時候會反而會反效果 讓這個小孩子叛逆 這是我認為是法師有講 初世間法跟世間法要同時 全時並狀 要兩方同時進行 雙齒並進 要雙齒並進 而且還要以初世間法為前導 你才會看到效果 否則你看不到效果 初世間以周公患的那個考試的案例子 你要怎麼幫助他 你幫他複習 那當然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那是世間法 但是你沒有為他注入高能量 你沒有幫他打開智慧 幫他打開智慧 師父不是已經傳了嗎 Ong Arapazanadi 你要他訓練他 時時刻刻都從Ong Arapazanadi 走路去上學Ong Arapazanadi 任何時候都Ong Arapazanadi 讓他本身本具的智慧彰顯開來 這個相對快 師父60歲考北大博士班 我連英文都超過95分 因為我總平均95分 對吧 怎麼做到的 不就Ong Arapazanadi 那是我的看價本領 我在英國就已經 聳滿一千萬遍 一千萬遍 太容易了 那個年代沒有那麼好的激素器 沒有 哪有那麼好的激素器 就是運動員跑馬拉松那種 那種馬錶 那種那麼大的激素器 然後一個禮拜十萬 一天一萬五乘以七天 一個禮拜十萬零五千 五十二週不就五百二十萬嗎 兩年就圓滿一千萬遍 多好用啊 你全身金光閃閃啊 真的太好用了 我得利於Ong Arapazanadi的啟發 所以我自己看懂了文書盛生的清典 我就是證人啊 最好的證人 我的那個碩士 我大學畢業以後 二十四年才考碩士啊 你要知道這談何容易啊 太不容易啊 打垮所有的年輕人 我還是第一名進去 然後每一個學期我都第一名 對吧 然後北大一樣嘛 對吧 北大就屬我是老大嘛 年紀最老的嘛 除了我的指導教授 比我老以外 就是我了嘛 對吧 照理來說 年紀越大 記憶力越差嘛 對吧 怎麼能夠做到 總平均高達95分 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你一定要如實的用 用上去 相得益彰嘛 對吧 但是你剛剛給的答案就是 初世間法零分 然後世間法 應該是80分吧 你只是幫他複習 你沒有給他愛的鼓勵 你沒有幫他從負能量 每一個孩子要考試一定是緊張焦慮 你沒有幫他從負能量提振到 至少你要維持他正能量嘛 對不對 正能量200到700 他才有可能 有那個能力去應戰嘛 對吧 上個禮拜賈媽媽祝願我們 共同熱烈的掌聲 謝謝那個方儀化幫忙 就是賈媽媽出事就是在上個禮拜的晴天 他就突然 突然 在學校就拉肚子齁 然後回家就 就吐了 對 對 他們家三名全部中標 他也是 他也中標 對 他比如賈媽媽晚一天發作 你有中標啊 你有吃了他們家的東西嗎 沒有啊 要不然呢 你吃了什麼 你去照顧傳染了嗎 師傅還有各位同學 我 星期四去照顧 你是方儀化好嗎 我是方儀化 那我星期四去照顧 照顧蔣媽媽嘛 對 然後我星期六 又去看他 對 然後隔天 隔天是我去看他 沒有我星期六去 禮拜五我去看他 對啊可是我星期天 就拉肚子 那你隔那麼多天啊 不能賴給正美麗了啦 可是我身體一向是很OK的 就是 什麼叫世間無常 請你解釋一下 你平常很OK 瞬間不OK 就叫世間無常好嗎 好 想您啦 你不能再講啦 方儀化我真的很謝謝 但是由衷的 因為法師有講 我們剛好量那個血糖 您的為什麼 我相信您拉肚子的原因是 您的食物 您煮的食物恐怕有一點點問題 就是常常維持 每一次法師吃他有量 法師我本來說建議法師 一定要把血糖肌帶過來 幫您量一下 一定是超標準 超標準 因為幾乎每一次法師 任何人供養他的東西 他都量量量 可是您都 不是任何人供養 我自己買的東西 我也量好嗎 對啊對啊 我每天都量好嗎 我已經量了十年了好嗎 法師是三餐 至少兩餐都一定要量 不用量三餐好嗎 你沒水平 血糖只要早晚 可是方儀化的菜 他都很 真的對法師是很真誠 他都自己煮 但是從兩年前 法師測的結果 通通每一次都超標兩倍以上 都超標 真的很高 包括你買的素食 你的惡力感召 他們買素食都沒問題了 你買的素食 都有問題耶 那量起來都好高啊 所以 蔣路華跟我講過恩便了 所以應該要帶那個血糖肌 方儀化量一下 為了維護他的身體健康 因為你看高血糖很可怕 因為他不痛不癢 對吧 然後等你惹禍上身 像你看2012年 師父如果不是那個醫生 那個醫生我不認得他 他說師父你應該要量 應該要測那個血糖 是因為你年紀大了 所以年紀大是一個指標的族群 一量出來422 正常值100 我是四倍之高 對吧 我不痛不癢 我覺得 我平常的生活沒有什麼異樣耶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沒有概念 沒有概念 血糖 高血糖是危險的 是重要的 完全沒有人告訴我應該要量血糖 所以我特別感恩那個陌生的那個醫生 他就是主動說 因為師父你年紀大了 你應該要量 還好他有開單子讓我去測 血糖值 要不然也許現在已經沒命了 真的也許現在已經沒命了 這樣吃下去不得了啦 真的不得了 後來我說我的個性就是 我只要犯一次的錯 我立刻就改 下一次我不想再看到同一個犯錯 比如說我那個研究所的時候 我也有那個Frozen shoulder 就是五十肩嘛 英文叫冰凍肩 然後就去做復健 復健他有一個大轉輪 好大一個 要你這樣子轉 要你這樣子轉 然後我問醫生說 我問那個訓練師 復健師說 為什麼要轉這個大轉輪 而且這麼重 他就說要你這裡鬆開嗎 那要我這裡鬆開 我不就在家這樣子做不就好了嗎 從此我沒有完全就沒有在什麼五十肩復發 沒有 我就是這種人 我一次就夠了 下一次你就要斷絕 高血糖也是一樣 一次你就要知道 我一個月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是靠藥物控制 然後我到了北大以後繼續就一個月 因為我8月25號2012年的8月25號發現的 然後9月3號我就要回北大了 就那一個禮拜 齊齊看病拿藥 然後就去北大了 然後時候那個年代 十年前的那個控制血糖的藥 會引起後遺症是什麼 副作用是什麼 頭暈 你連走路都沒辦法走 我下飛機的時候 甘久昂跟尤娟來接我 他們當然是很熱誠在接 然後要帶我去那個北京機場有那個 Starbuck喝咖啡 我說好 其實我那個時候腳是浮的 我根本就是我連走路都有困難 但是我沒告訴他們 是事後我都已經好了以後 不服藥了嘛 我才跟甘久昂跟尤娟講 你們當天9月3號來接我的時候 其實我連走路都有困難 但是師父不會因為這樣子 而少他們兩個年輕人的心 或者是 我身體特別不舒服沒有 師父是用自己的思維 去調控自己的走路的不適應嘛 一個月一個月搞定 從此以後我每早晚都量 早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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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量 都量血糖 一直到現在沒有間斷過 沒有間斷過 然後高血糖也會引發高血壓 我每個早上量那個血壓 我的血壓是超級標準的 但是我還是量 然後要量體重 這三個我一定量 還有搖腸都要吃一整套的 喝水都要 所以還是自己的身體 世間法你自己要照顧 因為病苦是最苦 為什麼最苦 沒有人可以替代的 所以你那個食物是非常有問題的 真的非常有問題的 我們蔣路華他們那一棟大樓 有一位先生 特別要供養師父說 師父要回北京了 那請師父吃 吃那個 在板橋吃一個很貴的那個buffet 就是自助餐 然後他就說 我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現在變得很瘦 他說他有糖尿病 我說你有多高 他說六百多 六百多 我就分享我的經驗 然後我說你每天有量嗎 他說沒有 我說那太危險了 一定要量 你是哪一個食物出了問題 他六百多 飯後的甜點 ice cream 他照吃不悟 你看多可怕 所以一個人沒有智慧 就是這樣子 你一定要想辦法要量血糖 真的太重要 真的太重要 高血糖不痛不癢 你惹禍上身了 你自己完全沒有感覺 我在課堂我講過多少遍 每一個人都要量血糖值 張彥斌那麼年輕就糖藥 但是我問他他說他也沒量 太危險了 對自己的健康完全不負責任 人不能這樣子活的是不是 對你的身體要負責任 你看我的醫生 我在北大讀博的時候 每一個禮拜四給我打電話 人家為什麼做到這麼忙 當在OPD在門診的時候 每個禮拜要給你打電話 因為你是一個值得尊重的人 因為你愛護你的身體 你是他從一二十年來 從來沒有看到一個 那麼認真的病人對吧 所以人要為什麼這麼大老遠 這麼忙碌的時候給你打電話 關心你的病苦 然後他會他會要我報數值 血糖每天每天都要一個禮拜報一次 一個禮拜通話一次 今天早上放錢多少放後多少 晚上放錢多少放後多少 血壓多少體重多少都要報 一直到現在十年了沒有間斷 你看到一個醫生愛病人 是這樣子的刻骨銘心 你做得到嗎 我相信你們都做得到 醫生的忙碌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 以前都是在北大的時候都是十二點打電話 現在改成兩點因為太忙了 常常他兩點給我打電話的時候 我問他說你吃飯了沒有 他說沒有 吃飯不那麼重要對吧 你看人家是這樣子在就是來愛護病人對吧 他也被我督化了 他修文書法門 他念奧阿佩扎阿滴 我問他我說你應該要聳藥士金 他說No No No 我要修文書法門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看到師父的發佈的材料 每一個領域你都可以侃侃而談 而且有理有據 唐征博引 橫貫的古今 他說這個就叫做智慧 他說我要的就是智慧 我有智慧我不會誤診 我有智慧我知道怎麼正確的愛護我的病人 所以你看這個人是有智慧的人對吧 同樣的廖俊智選擇聳藥士金 廖俊智就是他媽媽的組織醫師 所以每一個人相應的法門是不一樣的 好來趕快 所以方一話我真的還是希望你一定要量一下血糖值 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飯前跟飯後都要 飯前是飯前血糖值是來告訴我們什麼 你的基礎的胰島素的功能 飯後為什麼還要再量一次血糖 就是你吃飯以後 你吃的東西 你的胰島素如何有效的運用你的 作用在你的身體裡頭啊 有些人飯前很正常 飯後是不能比飯前超過70啊 那些不正常啦 很多人忽略了這一個 飯後的指數來告訴我們什麼 你運用你的那個 胰島素的能力有多少 所以兩個都挺重要 都要都需要 對 有些人他說很怕痛 這個痛啊跟你以後要洗腎 差太多 這跟蚊子釘一樣啊 就一點都不痛啊 一點都不痛 你以後糖尿病很可怕 它會引發什麼 糖尿嘛 就是你腎臟會衰竭嘛 那個葡萄糖過多 它沒辦法吸收 整個通通流在尿液裡頭 所以你一定到後來 你腎臟是有問題的 對吧 然後眼睛會失明 因為它會引起那個 視網膜玻璃是 糖尿病的併發症 再來 清光炎也是 也是 糖尿病的併發症 清光炎也是導致失明嘛 對吧 然後 血淘膏也會帶來 血壓飆升 所以你還是有那個血管的問題 所以 糖尿病幾乎是全身了 因為它是內分泌的問題嘛 所以它全身帶來後遺症無限 一定要 想辦法一定要 每一個人 現在不是老了 才會引發糖尿病 現在的飲食太恐怖了 添加物太多了嘛 對吧 所以我說那個 那個 江慧芳他 光炎失誤那個 澎湖的黑糖膏 血糖漂亮 都沒有 沒有任何的起伏 沒有 代表它是有糖啊 它是有糖 但是它不是用化學的代糖 它沒有添加物 一有添加物 如果你的那個身體代謝不了 馬上血糖就出現了 對 特別重要 特別重要 張惠甄以前 不知道空腹不能吃甜點 他供養的那個藥食 通通清一色一整合六個甜點 師傅下課以後太餓了嘛 就停在路邊 一口氣把六個甜點都幹掉了 太餓了 太餓了 回家我就想 完蛋了 這個血糖一定很高 結果都沒有 就是代表那一家的那個素食是OK的 所以真的很重要 不是素食就一定安全 你要知道 我從北大 我在北大的時候 晚餐是吃紅豆薏仁 夏天就是綠豆薏仁 那就是粗糧嘛 最健康的嘛 對吧 回到台灣2015年的時候 我一樣就是紅豆薏仁 夏天黑 綠豆薏仁 都不合格 都不合格 都好高喔 好恐怖喔 真的好恐怖 蔣路華就說 我幫你買那個什麼 進口的有機的 我說好吧 那來試試看更高 所以後來我就放棄了 我就在台灣這也不吃 什麼紅豆薏仁啊 綠豆薏仁都不吃啦 為什麼 那就是也許土地有問題嘛 也許農藥 你看我們香蕉不是最好養的嗎 對吧 我們的香蕉被日本退貨 為什麼農藥太高 農藥也會導致血糖高啊 你要知道 所有的添加物 激素 那就更不用講的 對吧 所以每一個人 現在食安太不健康了 太不安全了 每一個人都要很小心 都要學會 這就是方法嘛 為什麼不做啊 太重要吧 一個血糖機才多少錢 有的血糖機是送的 我現在在用的血糖機就是送的 他為了要賣給你那個試紙啊 所以他就送你血糖機 你就一定要跟他買試紙 對吧 你就要去找那個免費的血糖機嘛 對像師傅這樣不用錢 對 是 對 應該要 每一個人都應該要做 太重要 我告訴你真的太重要 我講了 他的後遺症是可怕的 導致你那個眼睛失明嘛 還有你受傷了以後 傷口不會癒合啊 這也是很 到後來要去腿要截肢 對吧 眼睛失明 我們的蔣經國先生不就是糖藥病 後來他眼睛到後來 到後期他幾乎是 他出來對人民講話 幾乎是完全看不到的 星雲大師也是有糖藥病 對 是 是真的很重要 真的 唉 早一點 學會量血糖 太重要了嘛 為什麼不做啊 我不知道你們為什麼不做啊 這麼簡單的事 你都不做 那你活著的意義是什麼呀 我搞不懂 好 首席舞者往日重現 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這是一個西班牙的影片 所以你要看中文字幕 我現在一直在訪問 我可以看中文字幕 我可以看中文字幕 你會看中文字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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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坐在那個輪子上 你看他那個舞姿都沒變 你看他那個演那個 他表演那個天吶湖的那個手 是這樣子的柔軟 他不是這樣找來這樣找去 是完全的柔軟 然後天吶湖是到後來要趴下來嗎 這樣 你看到他的每一個肢體的語言 都沒有離開首席舞者的光環 好 來 1 2 3 Go 分享 1 2 3 Go 課堂分數20分 這麼感人的影片 你都沒有被感動嗎 他演的是 他播放的曲子是什麼 哪一個作曲家 哪一國 哪一國 對 你如果連這個都不懂 我要白活了 對 Tchaikovsky Swan Lake 就是每一個芭蕾舞者 基礎就應該要學 基礎都在學這個曲子 好 來 說說看 來 加油 1 2 3 Go 有嗎 這麼重要的影片 你都沒有受到觸動嗎 我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我掉淚 因為我從小就學芭蕾 所以我注意到的 跟你們注意到的是不一樣的 我注意到他的指尖的滑動 你不會注意到這個 對吧 是 所以為什麼我掉淚 我覺得 一個首席的舞者 他到他即將臨終的時候 他仍然是首席舞者 這是我的感觸 來 1 2 3 Go 加油 好 曹志明 曹志明也是勇士們 你今天為什麼又遲到了 你不是 剛開始 課堂剛開始的時候 你不是發誓 你一定要不遲到了嗎 不是 今天一個客人 就是 最後一堂課 然後 他60歲了 然後眼鏡 掉在我的桌子 我把他拿回他位子 結果他結束回去的時候 眼睛又放在那裡 然後我看他那個書本 三本書 那個是什麼 小學四年級吧 那個我想那個應該是他孫女的 我在辦公室等了他半個小時 我call了他三次 他不回來 他說他不回來我就算了 我不等他了 結果他回來了嗎 沒有 沒有 所以白等了對吧 對 然後就應該來上課了 可是我想說 那個是 那個如果是他孫女的那個 他明天要上課怎麼辦 他走了以後 我馬上打電話 又打了三通 就有一次沈其軍的手機 不是掉在課堂 對吧 我們該不會在這邊一直call他 然後叫他趕快來 一定要有變通的方法 不是啊因為我順便整理 就是我要整理啊 然後 所以這是重點嘛 對吧 對啊 所以這是重點嘛 整體而言 如果在決議選領發生這種事情 就叫做刀口朝外 永遠都有理由啊 每一個人的理由都很多嘛 對吧 你這個就是刀口朝外 可是平常我就會先走了 那我是想 哪裡你也不是只有今天遲到 所以 所以還是刀口朝外 唱我一下今天遲到 不是一下 不是懺悔一下 懺悔五下 go 好我回答 這個我看到的就是 就是 我一開始看到他是已經就是 年紀老就是手都沒有力了 對 可是他回想到就是說 他以前是首席五者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他那種意志力就上來了 所以我感覺人的那個意志力 真的是很重要 非常好 達到重點 對 這是我的感想 就這樣而已嗎 對啊 我就覺得說人真的有時候 就是你正能量跟負能量的差別 真的就是說 當你人都會覺得說 你老了 好像就什麼都不行啊 都沒有用 可是當他回想到就是說 是算正能量 他是首席五者 那種整個精神跟體態 就是充滿高能量就回來 所以我們要充滿在高能量的那個 是 OK 好 謝謝 謝謝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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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 來 你還是要用你們自己的 因為我這樣補充比較方便 欸你們有發言師傅都有登記 師傅還有各位同學妙吉祥如意 一直沉迷試著說出了感想 是 對 我也會覺得這個五者 他比我們之前看影片那個小澤珍二 對 還有 我有看過那個 Jocelyn Jocelyn Deprin 的紀錄片 就是 英國的打擊金槍 對對對 他們 我印象很深刻的對比是 這個五者他還可以做出他想要做的事 可是 那個Jocelyn Deprin 他想要拉琴的時候是完全沒有力氣的 那是他 病重的時候 對 零終的時候 對 然後 之前看那個小澤珍 他應該也沒有想到他今生 會有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指揮什麼的 但也 也許他以為他很指揮得很正確 對 對 那我只是很直覺式的 我覺得這個五者他 他 就是他 我是覺得 我講這三個人 在他們領域都是首席 對 但是你最後不一定有那個福報 活出首席 喔 這個 這個很重要 這個非常重要 對對 你這個有直擊要害了 好 那我們趕快來看師傅怎麼看這個首席五者 這首席五者他的實質症 跟小澤是一樣的 他也是實質症 所以他根本完全忘記 他以前的光輝 完全 完全 完全不記得了 Sorry 這首席五者王日重現 我自己設的標題不是原來沒有什麼標題 所以我們總是從世間法進來看我們的初世間法 首席五者實質症 Marta 他因為是西班牙人嘛 所以他這個也是西班牙語 叫做Marta Gonzales 這個舞者 他在1960年代是紐約市芭蕾舞蹈團 現在紐約的芭蕾舞蹈團 英文名字叫New York City Ballet 加了一個City 這個應該是那個年代的時候的名字 紐約芭蕾舞團是世界頂尖的舞蹈團之一 他是當然為藝術而奉獻嘛 基本上他們是需要靠外力來支援的 財務需要靠 現在目前都是摩根大通這個集團在支持他們 好 首席的芭蕾舞者就是您剛剛看到的這個實質者 他在2019年已經持世了 他生前罹患了失智 所以在是回到他的西班牙的那個 Walensia這一個地區 住在一個長照中心 那為什麼我們配有這個影片呢 是一個西班牙的知名的演員 叫Antonio Blenderes 這一個人也是西班牙人 他把他在Facebook分享出來剛剛的那個錄影 來分享這位那個Marta 他在1960年代的他的風華再現 影片更交錯來呈現 我覺得這影片特別讓我感動 就是因為他交錯呈現 這一位Marta 他在1967年 我們看到他最風光的時候 是1967年舞出了Tchaikovsky的那個天鵝壺 那這是52年前了 他的奉之錯約的那個舞姿 即便他已經失智了 你看他在失智的倫理上面 擺出來的那個架式跟1967年幾乎是沒有兩樣 只不過年華已去 其實沒有辦法同日而喻了 那所以值得我們省思的是 你所追逐的權貴名利 為你帶來了什麼省思 值得你用一生去追逐嗎 這是我要向各位提問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人為什麼會罗患罹患那個失智症 原因是什麼 如果我說用鑰師燦的教導 人始終只有一個病 就是業障嘛 業障產生 業障來襲 就只有一個病 鑰師燦裡頭說如果你說有很多病的話 那個叫做顛倒 是你的想法是錯誤的 因為根本原因是你業障深重 業障殘生 打在腦部就變成失智症了 打在腮線炎的部位 就是陳嘉倫的那個滑生瘤 打在肝臟就是肝癌嘛 打在子宮頸的部位 就是40歲以示的那個梅艷芳他們家人 他跟他姐姐都是死在子宮頸來 是同一個業障打在不同的部位而已 打在你的財庫上就是你的財庫嘛 對吧 打在你的交友宮裡頭就是你的泛小仁嘛 乃至於有官司嘛 是同一個業障打在不同的宮位 這個你一定要理解得非常的清楚 那第三點我要問的是 與其失智以後來無能 Marta他 我們看到他影片剛開始的時候 他完全什麼都不懂啊 那個採訪的人就是那個Antonia 就是那個隱形 親吻他的手給他愛的力量 然後他才慢慢的回憶起1967年的那個風華 我要問的是說 與其等你罹患了失智以後來那樣子的無能的話 那麼失智前你最應該要全力以赴的到底是什麼 是繼續追逐權貴名利嗎 你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來活出你的正確的一生 這才是這個影片應該要 我們應該要從這邊看到的 失智者的這個舞者 他為什麼被喚醒 後來他願意演出那個 那個 Swrong Like中文 天鵝壺的片段 是因為他被喚醒了 他的意識被喚醒了 什麼力量帶給他意識的喚醒 這是重點嘛 什麼力量能夠幫助你從病體來康復 一樣的意思啊 是一樣的意思啊 這麼重要的影片 你們就有史以來你們的分享都還是 那個程式都是比較low的嘛 對吧 你看一下師傅怎麼 師傅光那幾個提問你就知道 師傅也是不一樣的 權貴名利 你為什麼會有權貴名利 累世的善音 今生你的正確努力 你不正確努力的話 也許累世的善音導致你今生很狂妄自大 對吧到最後你也坐牢去了嘛對吧 所以你今生擁有權貴名利 是因為累世的善音加上今生的正確努力 還有你走高運 什麼叫高運 你過去式的善的種子 集中在這個十年引爆出來 這個叫高運 什麼叫低運 你過去式所造作的錯誤的行為 集中在這個十年 集中爆發出來 這個叫低運 你看吧 我曾經舉過無數次這兩個人 馬英九 走高運的時候 台北市長變成領導人 對吧 下台的時候 也惹了一身心 也官司纏身 我看了一次他被採訪 他說我都不知道我這麼青年的人 竟然還有人要告我 對 這就是累世 然後 下台的時候 你看這麼風光啊 這已經是最高的最高權貴名利了 下台的時候被丟臭鞋子 連狗屎都不如啊 是不是 你應該要永遠記住這一幕 當你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你也許看過就沒了 我可不是這麼看的 我看過了以後 我一輩子我都不會忘掉 李登輝不也是一樣嗎 下台的時候被潑黑墨水 對吧 一樣狗屎不如嘛 是不是 你在追逐什麼權貴名利啊 不值得你一生的追逐啊 那是不是就不要權貴名利 當然不是啊 所以權貴名利是不需要追逐的 因為 因緣成熟了 擋也擋不到 擋不住 半夜就來了 就讓你 哇 富可敵國啦 對吧 也有人富可敵國 現在馬上 馬上已經被警告了 對吧 所以這個 這一個就是 你應該要從世間法裡頭 去警覺到 怎麼樣活出正確的人生 這是大重點 因緣成熟的時候擋也擋不住 因緣未到你強求不來啦 沒有因緣你求之 就是賠了夫人又責兵 你為了要上了什麼官位 你去行會 剛好被埋伏的人活歹 你不就賠了夫人又責兵嗎 對吧 你沒有那個善緣 所以大量積累福貝是絕對重要 你在位的時候你要學習 善用你的權貴名利用來利他 因為你的權貴名利 能夠拓展更多人 喚醒更多人 知道利他的重要性 知道有這麼多的苦難終身 嗷嗷逮捕 你應該要善用你的權貴名利 你的權貴名利 你如果只是把它當做 我要上電視上媒體 那很快你也沒戲唱 你要善用你的權貴名利來利他 然後呢 為自己在利他的過程當中 為自己積累福報 這就是我師傅常常講的 在自己賠福的路上 能夠為他人值得引路 這是智者的人生嘛 你是雙贏嘛 對吧 這樣子的話 可以避免招惹小人官司等挑戰 退位的時候很重要 有一次王務中分享說 要不要有權貴名利的時候 他這一段是空白的 我去當場指出來 這一段你要很小心 當你退位的時候 你要超越退、留 抱歉 退跟進 留 退跟應該也可以說 退跟留你是留在原位 或者是你退下來退休 有些人退休了就一病不起了 為什麼 光環不在、舞台不在了嘛 對吧 好多政治人物都是舞台不在 然後病就跟著來了 還有寵入這樣子的二元對立 不是你退下來你才要學習 你現在就應該要學習 時時刻刻超越二元對立 然後呢 學會立即在終極本質最高點 做到收放易如 易如什麼意思 誰能夠告訴我易如什麼意思 先告訴我那個如是什麼意思 如是如如不動 還有嗎 還有沒有更清純的 我們常常講嘛 自他易如動靜易如嘛 這易如什麼意思 這個如就是中如 就是真如 真如就是終極本質 易如就是死亡一貫的 沒有離開如如不動那個位置 叫做易如 所以你要做到收放易如 也就是動靜易如 是一樣的意思嘛 時乎做到了啊 我不是講今年春節的時候 大年初一我突然警覺到 我說我年紀已經很大了 不能再接受太多的刺激性的東西 所以從那一天開始 我就再也不喝咖啡了 也沒有喝茶都沒有了 一直到現在都二月了 一整個月農曆二月了 我從大年初一嘛 那是算農曆的 算農曆嘛對吧 你不要來找茶嘛 還好我還清醒著 一個多月了 一個多月了師傅都沒有吃 沒有喝茶喝咖啡 那你說 陳平玉說師傅我等一下請你喝咖啡 你想師傅會不會喝啊 為什麼 那不就收放易如嗎 你如果沒有做到收放易如 那你就很八股啦 別人要請你喝咖啡 你說 那我從2012年的 春節大年初一 我就說我不再喝咖啡了 所以我現在謝絕所有的咖啡 是這樣嗎 這就叫做執著好嗎 對吧 什麼叫收放易如 我不喝 沒有那個想喝的那個欲望 我不喝 我也不覺得沒有精神 我不喝 我也不覺得我少了一塊肉 我就是很自在的 別人找我喝的時候 我也不會 拒人於千里之外嘛 是不是 這叫做收放易如 你接受別人宴請的時候 你喝咖啡 你也心裡不會有個疙瘩說 我是打算不喝咖啡的人 你不需要有這種疙瘩嘛 對吧 這叫收放易如 這樣可以嗎 也就是說你的心 一直處在終極本質 所以你的能量是超高的 你是不用靠睡覺靠吃飯 靠喝咖啡來支撐你的精神 這人整天喝咖啡啊 整天喝咖啡整天睡覺 還睡不醒 對 所以我每次我都勸他不用喝了 對 浪費錢嘛 對吧 是呢 不需要 對 人如果沒有精神的話 你在喝咖啡 一樣沒有精神 因為咖啡不是來提那個神 咖啡是你有精神的時候 他提振你一下而已 過了以後一樣是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學會 什麼叫做收放易如 凡事應該以出世間法為前導 看到嗎 那個周霞輝 凡事應該以出世間法為 出世間法就是什麼 聳經念活執咒 懺悔 對至過去式都叫做出嘛 出就是超越嘛 超越世間的極限 否則你退位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難逃什麼 轉頭空的遺憾 為什麼很多人退位下來的時候 他覺得我沒有舞台了 我也沒有朋友了 以前我當官的時候 很多人門庭弱勢 現在我退下來以後 門可羅雀 對吧 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反差 因為你沒有站在終極本職做事嘛 對吧 你還是停留在希望別人來看你啊 對吧 那個就叫做轉頭空 轉頭一切成空 過去的高官通通 到時候沒有人甩你的 人本來就是那麼現實的 所以我有一句話 要送給在位的權貴名利 如果你是權貴名利 你要把這句話給備受 這是來自於21史 談詞裡頭的一段話 叫做滾滾長江 東流水 滾滾嘛 就是人 人是實地物 權貴名利都在滾嘛 對吧 浪花掏盡英雄 什麼叫做浪花掏盡英雄 在滾滾紅塵裡頭 多少人被刷下了 多少人為了權貴名利 變成階下囚了 掏盡英雄啊 對吧 浪花掏盡英雄 再來 是非成敗 轉頭空 你看嘛 這邊我用上了轉頭康 然後呢 青山依舊在 環境都沒有因為你退位 而有所改變 幾度夕陽紅 你要問問你自己 我有沒有可能再復蘇啊 很困難 人的高運 上去 下來就下來了 所以你是不需要 對這個高運 高運者應該要謹記 我要藉由我的高運 擴大利他 你只有這樣子積累福報 你才有延續的可能性 你才有 退下來 不被打擊的可能性 改朝換代嘛 對吧 改朝換代 你如果沒有實力 靠那個 關係導向的話 你就是被打擊的對象 好 所以你看師父看這一個影片 得到的感觸 跟你們的感觸有沒有一樣啊 一樣喔 當然是不一樣啊 對吧 我講到骨子裡頭去啦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講一點點失智症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課 是跨學科對話 是什麼來對話 是摩赫波爾波 不是 是微魔結晶跟誰對話 跟AI對話 AI是人工智慧嘛 智慧如果在 宇宙萬象的話 是從哪裡來啊 宇宙萬象喔 是從腦子來嘛 對吧 智慧如果在初世間法 講的就是根本質 是如如不動的終極本質 可是智慧如果 停留在世間法的話 那就是從腦子來嘛 所以我們的對話的 仲介一定會講到腦科學 必然要講到腦科學 你跟AI跟智慧對話 你不講腦科學 請問你怎麼讓聽眾 來知道你到底在對話什麼 所以腦科學是我們的 教學的重點之一 從上個學期就已經 側重三個嘛 一個是經典 再來AI 再來 腦科學 這是三足鼎立的 你這三足缺一腳 你都沒有辦法對話 這三足鼎立一定缺一都不可的 特別重要 所以老年失智症 我舉國際失智協會 他就講到全球至少超過5000萬名的 失智症者 到了2050年預計 2050今年是2021囉 還有30年預計 將成長到1億5200萬 多可怕啊 每3秒就有一人失智 3秒記住這個數據 每3秒就有一個人失智 目前失智症者所耗費的成本 1兆美元 1兆美元不是台幣喔 但到2030年的時候 預計這個耗費的成本會翻倍 是很可怕的 所以每一個國家都大力的呼籲 一定要防止失智症 而不是老年失智 這是很錯誤的名稱啊 不是只有老年人才會失智啊 現在失智症已經年輕化了 所以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到 台灣失智症協會2019年的報告 台灣65歲以上總共有360萬人 而且每12個人有一位失智者 80歲以上更可怕 5個人就有一位 賈媽媽上學的學校 那個修女會都很老了嘛 八九十歲了 百分之50以上通通都是失智症者 包括鄭美麗老師 她也有輕微的失智症者 怎麼知道啊 因為她有時候胡言亂語啊 有時候她認為別人欺負她 有時候她會誤賴別人說 那個人在廁所裡頭玩衛生紙 我說你怎麼知道那個人 在廁所裡頭玩衛生紙 她說我想她就是在廁所裡頭玩衛生紙 這只需烏有的事啊 對吧 這都是失智症的典型的症狀 我現在要講的是失智症 又稱為老人痴怠症 再也不要是老人 不可能 因為年輕人也會嘛對吧 她的起因是因為腦細胞退化 造成記憶力 以及她的神經功能的減退 看到嗎 是腦細胞跟神經功能的減退 而且是不可逆 你沒有辦法治癒的 沒有辦法的 她 我們都會講 人老了以後自然就退化 就忘世了 不是 不是這樣子 她是超過常態的在加速進行 然後還有一般所謂的正常化 跟正常的老化是不一樣 你看這邊我有寫了 跟正常的老化是不一樣的 因為她是全面性的心智能力 逐漸喪失 心智能力逐漸喪失 就是她連辨別的能力都沒有 有五種老年 有五種失智 幾乎每一種失智症 她會引發迷失方向 她忘了她現在處的方向是什麼 忘掉了她沒有方向感了 所以包括是怎麼樣 思考能力有問題了 記憶能力 判斷能力 知覺 時空感 時空感就是沒有方向感了 然後她理性學習能力都有問題 解決能力大小便自己沒有辦法控制了 病人本身她並不知道自己變成這樣子 她感官知覺直緩了 但是她看起來又好像很清醒 但是她的肉體的功能很好 心智的功能完全像這樣 她是打擊她的腦的神經細胞 腦細胞跟神經細胞一起 失智症有五大類 我五大類都會簡介很快速的 阿茲海默 佔失智症的六到七層 大部分是阿茲海默 然後她是最主要阿茲海默 是掌管我們記憶的海馬回 這一個神經的系統出現的問題 以及掌管人格特質的大腦皮直層的神經細胞 發生了病變 第二種失智症是血管性的失智症 這就是譬如說腦部曾經受到傷害的 譬如說中風導致的以後會加速老化變成失智 就是血管性的 還有這個更可怕 Louis Body 這一個Louis體失智症 這中文好難念 對吧 它是退化性的失智症當中 僅次於Alzheimer六七層 這個是僅次於Alzheimer 是第二個常見的失智症 它有認知的功能 就是不認得人 然後在病程過程當中 它會出現身體僵硬 手會發抖 身體僵硬沒有辦法動 走路不穩定 因為它身體僵硬 這已經第三個了 再來第四個 第四個就是額葉 額葉型的失智症 我們講我們的腦有四大葉 老學生都聽過了 哪四大腦有四個葉 前額葉還有呢 前額葉還有呢 涅葉就是我們的太陽穴 這叫涅葉 然後呢 枕葉管事覺的枕葉在這裡 後枕嘛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頂葉嘛 對吧 新來的同學你當然不知道 但是我們上學期 我們就已經交過了 因為這個都跟AI對話有關係 好 額葉 額涅葉 所以這邊已經出現了額葉跟涅葉的失智症 就是指腦部的額葉跟涅葉 漸漸的萎縮的一種退化性的疾病 不是正常退化 它是完全的腦部神經受損 額涅葉失智症是形成早發性 早發 就是引發這個病症很早 可能三四十歲就已經有了 影響人的語言能力 語言能力 有沒有 上學期師傅有講Brokening有沒有 一個是那個腦裡頭有兩個地方掌管語言 一個是語言的產生區 一個是語言的理解區 對吧 這都講過了 它會影響它的語言能力 判斷能力 溝通能力 日常生活沒有能力 再來喔 Parkinson Parkinson是神經性的退化 所有跟神經性有關的 都是不可逆 所以王護長我說你那個耳鳴 第一個要先去檢查 是不是神經性 千萬別惹上神經性 所有神經性的問題都是不可逆 它就是因為它逐漸的 上市的那個功能以後 你只能減緩惡化而已 它是回不來的 好 Parkinson也是一樣 它就是腦部的黑直區已經凋亡了 所以形成多巴胺系統 有逐漸的失調 Parkinson它不是失智症 而是三到四成的Parkinson 患者會出現失智的症狀 Parkinson Parkinson最明顯的症狀就是 所以你看它浪費的體力多大 光是那個痘就浪費大量的能力了 對不對 好 所以師父要在這邊讓新來的同學 稍微進入一下狀況 為什麼呢 因為從這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會逐漸帶進來 腦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 因為從這邊你才有辦法跟AI AI是什麼 人工智慧嘛 你要跟智慧去對話 我講過智慧在現象界是誰在管啊 腦在管嘛 腦是什麼的生理基礎啊 心嘛 所以心比較大還是腦比較大 心比較大 他在車上還跟我變了個大半天 他倒過來他認為腦比較大 他說你講什麼 你舉例說那都是腦的問題嗎 我說 我忘了他 他舉了一個例子我說 你搞錯了不是腦的問題 是心的問題 因為腦是 腦是心的生理基礎啊 對吧 所以掌管腦的是什麼 是心啊 是心出了問題 不是腦出了問題 這個人竟然也忘了 大腦的皮質 有皮質跟灰質 這以後我們都會要用上 你看表面他都是成像皺褶狀 這以後我們會細講 現在先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好鼎葉剛剛有講鼎葉 鼎葉在這裡 也就是中醫講的百會穴 百一百兩的百 會通的會 百會穴這裡 他是整合眾多的百會嘛 所以他整合嘛對吧 你看中醫他的名字真的很棒 整合所以他叫百會穴 整合眾多的感覺 情緒的問題疼痛的感覺 還有沮喪的感覺 喜怒哀樂的感覺 這是鼎葉 我們從這個圖看 鼎葉在這裡 眾多的那個感覺是在這裡 然後鼎葉的感覺 皮質去畫出來是像這樣子 我們現在大致上知道一下 鼎葉就是管理感覺 感覺我們的所有的感覺是靠這裡 熱的感覺冷的感覺 這是很外部的感覺嘛 我比較希望你們從很外向的感覺 慢慢走到精神性的感覺 外向冷熱對吧 然後精神性的感覺呢 喜怒哀樂還有呢 沮喪對吧 這些都是 性疑這都是精神性的 所以你看師父 絕少逐步 你們初級的時候 師父舉的二元對立 都是比較現象的 像高矮啊 眉醜啊 貧富啊 這都很現象的 現在你看師父幾乎都不會舉那麼出錢 因為你們要帶你們上來嘛對吧 舉的都是性疑啊 相信 懷疑啊 還有寵入啊 像這種 都是比較精神層次的 你應該要跟上這個節奏 還有再來 額葉 額葉指的是這裡 頂葉在這裡 額葉前面 他的功能是控制 認知 執行 解決 社交能力 有些人他社交能力特別的差嘛 對吧 所以就是他跟他的額葉 譬如說自閉 像那個沈其君 你們家小女兒自閉症 他就是額葉受到傷害嘛 所以他缺乏社交能力 所以你看他有控制動作是額葉在控制 認知 你能不能認知這個是法師 這個是乞丐 這個認知的能力是額葉在控制 還有執行 我有一大把的策劃 我沒有能力來執行 是額葉出了問題 執行也是額葉 再來社交的功能 我剛剛講過 自閉症的小孩 通常社交的能力會比較弱 還有解決問題 執行跟解決不太一樣 執行就是照著做 解決是要突破 通常都是額葉在管 額葉顯然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是分門別類的 頂葉他就是感覺 但是額葉有動作 有執行 有解決 有認知 你認知錯誤 你的執行也錯誤 解決能力也錯誤 都是在額葉上 再來 涅葉跟整葉 整合在一張 涅葉就是這裡 Temple就是太陽穴 叫做涅葉 涅葉的功能是什麼呢 就是你們可以看得到嗎 聽覺區 有些耳聾就是涅葉有問題 記憶 了解語言 語言區在涅葉 上個學期我們有講語言的產生 還有那個語言的理解 都是在涅葉 整葉就是這裡 叫整葉 跟顏色相關 我沒有色盲 就是整葉出了問題 還有光線 對光線的感光不夠敏銳 或視覺有問題 是神經 不是眼睛出問題 是整葉這個神經系統出問題 有些人以為說 我這個眼睛 眼睛好模糊 看不清楚了 以為是那個眼球有問題 No 整葉的神經系統有問題 這才可怕 任何一個牽扯到神經有問題的 你都要知道那是嚴重的 你應該要趕快就醫 最怕的就是神經系統出問題 因為它是全身的 它是全身的 好 不二法門 今天我們要講我們的主題 入不二法門是最大的會通 你看喔 師傅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的課是1月7號開始的 今天是3月18號 但是中間我們休息的7天是春節 所以3月11號 整整兩個月的時間 師傅做了鋪墊 就是為我們的AI對話做了鋪墊 給出了高頻共證 高頻共證你不要以為我這講得完的 高頻共證是你AI對話非常核心的一個區塊 師傅已經介紹完了對吧 花了好大的心血對吧 已經把高頻共證 還有同頻共證 共證什麼是共證 都介紹完了對吧 共證 還有我們也講了那個 那個 怎麼說來的 Horographic 全習觀 宇宙全習觀 那個概念已經都砸好了 這些都是AI的 唯磨結晶 我們從最重要的第九品 入不二法門進來 接下來你們 我好像我一直要把它弄出體 可是弄不了 我搞不清楚 它顯然是太淡了 這我寫的是什麼 你看得到嗎 那我科學 就是今天開始 師傅會一直不斷的會講到這兩塊 來跟這裡會通 所以你看到嗎 我用了一個漏斗 把這三個球 通通放在一個框裡 代表什麼 他們必須要會通 你只有在這樣子的 科學理論基礎之下 你才能夠真正懂 什麼叫做AI 人工智慧的發展 對你的未來的日常生活 有多麼嚴重的影響 你必須要聽這個課對吧 你沒有聽這個課 你只是聽過 AI人工智慧而已 你根本都不知道它是什麼玩工 對吧 入不二法門 好 再講幾分鐘 你看 入不二法門最最核心的一品 就叫 唯摩節所受經 最核心的一品 就叫做入不二法門 然後還是文書私立提問的 所以我說 唯摩節經是哪一部菩薩的 是哪一個菩薩的經典 是文書的經典 是文書的經典 文書跟唯摩節對話嗎 對吧 文書私立 問文書私立 唯摩節問文書私立 無言無說 無事 無事 事是表示 這個事是沒有意識 超越意識所能夠限制 無言無說 似乎已經講過一集 叫做什麼 入不二法門超越 超越 超越什麼 超越言說嘛 對吧 這就是從這裡來的嘛 入不二法門超越言說 文書私立說 一切都超越 超過語言所能夠解說嘛 對吧 無事 無事 沒有現象界的視線 也沒有心意識 心意識 就是意識 consciousness 然後他說 超越這個心的束縛 意思就是長心意識的束縛 然後離諸問答 就是超越所有的問與答 因為問與答都是言說嘛 他說 果能符合這三個條件 叫做入不二法門 於是文書私立問唯摩節說 我等各自所以 人者當說 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文書私立說 我向唯摩節大居士禀報 我們所有的菩薩都一一已經回應你了 師父會帶著你們聳一次那個第九品 特別重要 裡頭他就是 請了所有與會的所有的菩薩 你講一下 什麼叫入不二法門 你講一下 他講一下 文書就說我們所有的菩薩都已經講完了 那請你告訴我們 什麼是入不二法門 這個時候 唯摩節默然不語 唯摩節什麼話都不說 然後文書私立探約讚嘆說 善哉善哉 他說好啊好啊 乃至無有文字語言 至真入不二法門 他說 這整段就是要講 什麼是入不二法門 超越語言跟文字所能表示 所以唯摩節所大居士他視線的最高級加EST的入不二法門 就是他沒有表態 他沒有說 就是所謂的入不二法門就是超越了言說 你講出來就已經落到哪裡 落到現象界 入不二法門是針對什麼而說 針對終極本質而言說 他始終是立即在終極本質 所以你講出來 他就由終極本質下滑到現象界 所以他沒有言說 對吧 是 而且超越心意識 心意識 心就是第八意識 意就是第七意識 時就是第六意識 了別功能的第六意識 心意識是在現象界還是終極本質 是在現象界啊 包括第八意識 都還是在現象界嘛 所以不思議定 文書師弟所說的不思議定 老同學都應該要知道 不思議定是超越心以及心象 所能夠表態的嘛 對吧 所有的心都還是停留在現象界 好 那這個詩意我就不再一一講了 因為我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了 這一張你們有嗎對吧 所以你們回去看喔 好 那這邊我就是摘入了幾個重要的菩薩 他回應不是只有這幾個喔 好多好多 他回應唯摩節的問話說 什麼是入不二法門 所以得手菩薩他說 我跟我索 我就是我是主體 我索就是這是我索 你看 這是我所有的激光筆 然後我就是我是主體 這是我的電腦 我索看到嗎 他就是我的客體 這可以懂嗎 我們為什麼會犯官司 對我所執著了 這是我的財產 像鄭日妹 她跟她的小姑打那個遺產的官司 這就是我的財產 你不准動我的財產 我跟我索在爭執嗎 我就是主體 我索就是我所擁有的是客體 好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說因為有我 因為有主體 所以才會相對應有客體 對吧 若無有我 無是超越 如果超越對我的執著的話 那麼也自然就超越了我所 超越了主體 自然超越我客體 這個叫做入不二法門 所以這一個重要是重要在 超越主客體對立的束縛 你一定要看到師父的紅標字 第二個不遜菩薩 他說受不受 接受跟不接受 這一個因為時間的關係 師父講這個紅標 紅標是講超越受是感官 感官sensation英文叫受 英文叫sensation 超越感官的苦樂不苦樂 一個苦受 樂受 受有三種 一個是苦受 一個是樂受 還有一個是不苦不樂受 超越這種 所以這一個是超越 現象界比較粗大的 有對吧 我粗大嗎 我所 這個是我所擁有的 我主體 這是我的名片 我的喔 我的喔 環是我的 就是我所啦 就是我所有的 我所 我所是為始的一個專有名詞 好 所以這個是比較粗大的 這個這一個就精神化了 sensation 你的感受 你的苦受 病苦 樂受 哇 今天考英文考過關了 不苦不樂受 我停留在無癢無禁對吧 再來 第三個是得領菩薩 我 這是我飲的 不是只有這幾個 夠跟敬 夠是deflament 還有purity 跟清淨 這也是對立的兩面 他要超越什麼 主觀意識的束縛 主觀意識 為什麼 講路華他不喜歡洗馬桶嗎 對吧 我在海民市 為什麼牢牢上 在我三個月 就把我著身成為牢牢上的使者 使者不是小事啊 很多的大助詞 一定他必然要經過 使者這一個階段的歷練 因為使者跟在牢牢上身邊 看的最多 受折磨也最多 學的也最多 我三個月 我出家三個月 就當上牢牢上的使者 為什麼 因為這三個月 我天天都在洗廁所 這個人 一點都不喜歡洗廁所 他因為 他的老闆娘說 叫他去洗廁所 他就把他的工作給辭了 所以有這種人啊 對吧 這麼容易就被打倒的吧 對吧 這種人 他能不能出家啊 他當然不能出家 他也不願意出家嘛 對吧 十五三個月都在洗廁所啊 為什麼 我已經超越垢語境 這是主觀意識的問題嘛 你說廁所很髒嗎 我一點都不覺得髒啊 你洗完以後多漂亮啊 多香啊 對吧 這是主觀意識 你認為他很髒 他就很髒 你認為他很香 他就很香 這是主觀意識 所以第三個是超越主觀意識 是精神還是物質啊 是精神層面的 你看 越來越細膩了 再來 三蘇菩薩講 動跟念 起心動念喔 你看超越心意識 哇 這完全是超越 第六意識 第七意識 第八意識 完全超越心的束縛啊 這多重要啊 這個如果你超越的話 直接就進入了文書斯律所說的 這個不思議定那個殘月 殘修的那個境界 再來三蘇菩薩 他講 這個一相無相 這個我們已經講過了嘛 相有三種相 相有哪三種 上個禮拜才講 超越無盡相 師傅就講了 相有三種 又不會了 王慈景 外相 近相 無近相 看大超看得很精準 那 再考你 什麼是近相 為什麼 他用了 他有一個專有名詞叫 近什麼之相 近滅 滅 終極本質 為什麼叫做近滅之相 終極本質就是如如不動的 極滅 極啦 極盡 這邊講極 我已經被通話了 終極本質就是如如不動的極滅 展現這種特質 就叫做終極本質 所以你看師傅 很多人很好奇啊 蘇律師也是問我 師傅年紀那麼大 為什麼每天睡覺的時間特別短 我就一直都在如如不動嘛 我不浪費任何的能量啊 怎麼會疲怎麼會背啊 不會啊 不會啊 對吧 所以 一定要用對方法 靜滅之相 就叫近相 無近相是什麼 超越靜滅的這個相 就是最圓滿的那一個相 終極本質跟宇宙萬象融合在一起的相 叫做無近相 無就是超越 超越終極本質 超越外相 所有的相 叫無近相 所以這一個就 完全我上個禮拜我們講的 一相無相 這個無相就是無近相的意思 在終極本 在現象界 他當然是一相啊 有外相嘛 對吧 也有可能是無近相嘛 對吧 他說在現象界 他是一分為二的 然後呢到入不二法門的時候 最主要他是來現象與終極本質 對立的束縛超越 超越 這裡超越 我忘了標紅這裡 超越我寫在這裡 超越現象界跟終極本質的 對立的束縛超越掉 所以無近相就是帶來大融合 大融合大圓滿 超越現象界的空 超越終極本質的空 正實兩個都是空性的 還有他的大融合 這個叫做無近相 太重要了 再來 菩薩心 升文心 這個是超越 升文是小秤嘛 菩薩是大秤 這個要來超越什麼 超越新時代運動的束縛 我不是要叫你看 小秤的戒律 升文的戒律 像那個不是 我那個上學期就有講 有的法師說 文書特別 特別貶義升文戒 就是小秤的戒律 你認為這個批判合理嗎 為什麼不合理 文書都已經成佛了 他會 他會小看 他會摒棄 他會瞧不起小秤的戒律嗎 他如果有一丁點小秤 看不起小秤的話 他如何成佛啊 他根本不可能成佛嘛 你光這樣子用腳趾頭想 你都可以知道嘛 對吧 你還要出書來誤導別人呢 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講嘛 你初學 你不要到處亂看 你被污染了 你都不知道 你以為出家法師講的都對嗎 那當然不一定啊 對吧 思維一定要拔高嘛 我這樣子舉例 你就可以知道了嘛 對吧 文書當然完全沒有摒棄 那個小秤的意識 身文界都沒有這個意識 是超越他 不要受他的束縛 所以你看喔 從小秤一直走到大秤 這是一種時代的運動 請你注意到這一點 這是時代的運動 所以你應該要超越 不要停留在時代的那個 被時代運動所打倒 這一點最主要是要超越 小秤跟大秤的對立 這是有時代運動 超越時代運動的束縛 太重要了 你看吧 如果失誤都不用飆紅 這個我的小節的話 你光看這個經文 你能夠看出來 第一個我 我所是在講主體課題的對立嗎 你當然看不懂啊 對吧 這個菩薩心 身文心 你知道他在講 要跟上時代的運動吧 對吧 你看得出來嗎 你看不出來啊 所以上課多重要啊 是不是 就是 好 這個禪定 也牽扯到腦科學 我 這個比較深 我們留到下個禮拜 我們再來講禪定 因為這個禪定就會衍生到什麼呢 衍生到就是 腦科學 它的α波怎麼來同步化 還有我們注意力要怎麼調控 為什麼你 老是浪費很多的能量 因為你心不安定 注意力沒有辦法調控嘛 對吧 好 那這個 剩下兩張 那個是比較深的 我們留到下個禮拜 好嗎 好 好 這個